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王骑旅看世界 众所周知,在这么多年中,我们与很多国家都有着密切的来往 我国有着非常大的贸易潜力 有不少的国家都想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 不管是在出口还是进口等领域都吐出了重大的利益 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与我国一直长期坚持下去 其中阿拉利亚就是如此 这次我国果断出手,他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之前我们就和他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像我国人民所吃的肉类,各种资源都是从他们国家进口的 那令人没有想到,澳大利亚竟把它当成了一种威胁 经常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 这也就导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之间的贸易合作也越来越少 而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让澳大利亚真的知道疼了 在去年的时候,我国经常会从他们那里进口红酒 并且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进口国 占到了他们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 而这段时间曾有报道指出 有很多的红酒堆积在了我国的港口处 据了解,他们是受到了我国新的验证和流程的问题 才会导致这么多的红酒堆放在港口上 并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 澳大利亚的商家感到非常的气愤 因为流程不过关,也就意味着会被退回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 但是我国人民必须用以维护国民的安全 利益为根本 亲爱的小伙伴们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的老王旗旅看世界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